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手动设定 区域别交叉分析筛选器的格式 里面我会希望说先把全选叫出来 全选是最多同学问的 他在这里 视觉效果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请点他 选取项目 他这里面有选项 选项分纵项跟横项 自己可以去玩 还蛮好玩的 然后接下来这边选取项目 请把全选打勾 再来请以托错进行多重选关掉 这样你就不用左手还要加按托错键了 可以吗 这两个刚好预设是相反的 我再讲一次 他这个位置你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出现交叉分析筛选器的全选 点到交叉分析筛选器 二 格式 这叫格式 三 交叉分析筛选器设定 四 选取项目的这个全选打开 以及按托错键进行多重选关闭 那到时候你就可以针对 例如我只要看六都 六都的变化就是沟 桃园市 高雄市 新北市 台中市 台北市 桃 桃 一二三四五 还有一个是台南市 好 我们只看最后这几年 应该它都是红色了 所以应该要看前面 好 你看2011年台南市还没有进入百万 2012 13 14 15 好 2015年台南市也进入了百万 好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请把这个区域区域别 例如说加框线 加个框线 怎么加框线呢 像例如说这是一张图 这也是一张图 我就希望它有一个里外的一个分界线 所以点这个区域别 格式在一般里面 效果 这个 视觉效果框线打开 那下一步就是复制 复制格式给它 复制格式给它